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卢胶四漆鱼林水果及鱼林胶原蛋白制作的创新 你平常有在使用保养品的习惯吗? 现在天然保养品不常见,价格也不便宜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自行制作天然好事又便宜的鱼林胶原蛋白 并说造成蛋手里的形式,以此推广给业的理想费者做参考 这是我们的目录 创新动机 本组在各种资料中发现一种以触及失入鱼林制作胶原蛋白的方法 并加入水果,以其中的酵素去除鱼林本身的腥味 再者,我们想探讨是否可在家自行制作 并了解制作胶原蛋白萃取的困难度 进而了解水果对鱼林胶原蛋白的差异 我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胶原蛋白的成分及功效 比较不同水果对于鱼林胶原蛋白制作的差异 并提供检疫制作胶原蛋白的方法 以此给消费者、离业者做参考 这是胶原蛋白的介绍 胶原蛋白的功能可分为保护皮肤功能 及提高免疫机能,治疗关节炎及症痛病防止老化及预防皱纹 接下来是鱼林的介绍,鱼林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以及脂肪 接下来是凤梨,凤梨的营养价值 凤梨含有大量的有机酸、纤维质以及凤梨酵素 接下来是苹果的介绍,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纤维质、有机酸以及果胶 接下来是碰干的介绍,碰干中含有大量的天然水、纤维质以及多样的维生素 这是我们的研究流程,首先我们拟定出主题,接着再探讨做法,然后进行实验,将成品发放,进行评评 最后得到的结果,作为本研究子结论 这是我们的研究步骤,以凤梨口味、鱼林胶原蛋白为例 首先先将鱼林洗净,接着在锅中放入13暖水,然后将带皮的凤梨切大块备用 在锅中依序加入鱼林、四颗梅子、水果以及三大扯醋 盖上锅盖后,用小火炖煮4个小时,锅中需要稍微搅拌 煮好后即将材料过滤并流下汤汁 待凉后即可冰入冰箱冷藏,即完成凤梨口味的鱼林胶原蛋白 而苹果即凤梗口味的鱼林胶原蛋白也是一次步骤进行 5. 作品功用以操作方式 作品功用有分为 1. 增加胶原蛋白 鱼林胶原蛋白比起其他成分的胶原蛋白来得好吸收 因此可以补充失去的胶原蛋白以及防劳抗重 2. 卫生安全 因为是自行制作加上材料天然又新鲜 因此安全卫生不用担心 3. 半手礼 我们将成品经过简单的包装之后 便可成为半手礼送给亲朋好友 2. 操作方式 制作方面 我们以加装简单的器具以及材料便可以制作 以证明鱼林胶原蛋白的萃取并非那么困难 2. 使用方面 若是少量使用 我们建议以动态使用 但是如果使用量较大 我们可以依太使用 3. 储存方面 可分为冷冻及冷藏 冷藏以7天为主 冷冻者可增加到10天 5. 作品特色 创意特质 作品特色 1. 操作方便 2. 使用安全不用担心 3. 自用送以两箱仪 2. 创意特质 我们将平常会丢弃的鱼林 来制作此产品 增加鱼林的功能 2. 食品不仅能保养 还能够吃健康 3. 我们利用水果的香味来 来掩盖鱼林的鱼腥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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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